请各位看 那么左上面这个地方写的是个checkitems 请你check一下 请你画出来这些items就是项目 什么项目呢 needed被需要的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说法 各位如果文法好的话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needed就是which you are needed which are needed by you也可以讲 checkitems 请你勾一下这些项目 which are needed 这些东西都是被需要的 那么which are两个字都省掉了 所以就剩下来这个needed被需要 在哪里的下面不是有很多方块吗 在这个方块里面你就勾一下 我们中国人喜欢勾一个勾 就是打个对号一样 可是美国人他们喜欢打个实字 就是一个x那个字在里面 这是外国人 他做记号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右面还有这个l number 我们过去一直讲这个isle这个字 发音的千万不要搞错了 isle就是a-i-s-l-e 那个s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isle小涌道小通道 在大的超级市场当然有很多排的架子 一架子一架子的货 那么两排架子的中间就是一个isle 你要去买东西你就走在这个isle上面 还推个车子 我现在告诉你哪一种东西在哪一个这个通道上面 你到那一找就找到 非常方便 所以你勾了以后还很容易找 第一个从a开头就是ammonia ammonia这个味道好像不好 那干什么是清洁剂干什么 ammonia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ant powder 蚂蚁的粉 就是撒了这个粉以后 蚂蚁就不会来了 那当然是杀蚂蚁的粉 ant powder 第三就是apple sauce apple是苹果 sauce我们都翻成这种酱 苹果酱 这种苹果酱呢 都是黑黑的这种颜色 当调味来用的一块肉 肉上面用一点这个苹果酱 下面还有一个apple butter 这个apple butter 中国话也翻作苹果酱 这个酱呢 就是夹在这个面包里面吃的 像这个花生酱一样 花生酱英文叫什么呢 叫做peanut butter peanut butter 所以这两种都是酱 可是那个sauce 你记得这个sauce 这个字本来就是酱油 apple sauce 就是用apple做成的 苹果做成的 但是啊 它那个形状有点像酱油一样的 稀稀的 可是apple butter 那就比较黏一点的 放在面包里架着去 这个右面它的这个l number 我们都忘了讲 像那个ammonia antipowder都在21号的通道上 apple sauce 那就在4号 刚刚刚又讲到了apple butter 也是 讲的苹果酱 在什么地方呢 backwall 在后墙上 从大门进去 一直走到最后 后堂的墙壁上面 不是上面的墙壁的下面 有很多的柜子 那些柜子啊 都是装一些冷冻食品的 所以这个apple butter 大概不能够太热 所以放在那里 像那个apple sauce 在4号 我想大概不是冷冻库 是在这个货架上 因为这种东西啊 就装在玻璃瓶里就好了 所以这种两种的东西 截然是不同的 两种apple的制品 好了 A组就是这几组